击打一所小学副校长叫小学生到厕所喝水 如果没水就喝自来水 他还开玩笑说不要喝自己的尿 另外雪州一所国小被旨在灾接月期间 下令非穆斯林学生在休息时间到更衣室用餐 两起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其中触及了非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的相处之道 让种族关系课题再次成了焦点 到底马来西亚各族之间的相处之道是什么 你我身边又有多少个有族好友 而你心底是否有怀揣着对某个族群的成见 这个星期让我们来调调敏感神经 一起来探讨种族关系到底有多脆弱或坚固 而所谓的种族和谐是不是一种幻想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百格大家讲 我是今天晚上的节目主持人邱香 今天非常高兴的我们有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的副教授 陈慕宏博士 陈博士你好 欢迎你上节目 接下来我们还有RTM2中文新闻组的记者Rashida Rashida你好 好 我们刚刚看过的这个短片 所以陈博士对于这个吉打州的教育事务委员会 他已经回应说嘛 这个副教授其实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这样这个理由可以接受吧 我是觉得上为教师而且是在一个州会里 那么他的言论举止应该比较注意嘛 因为作为教师他们也是他应该做释放给学生 对于种族的问题应该有一定性的敏感度 对 所以我是觉得 那个Hashim Adnan 那个NUTP 我是觉得他讲得很对 就是说 不应该这样的言论 不应该发表这样的言论 因为副教育部长Kamara也说是 这个玩笑是不应该开的 他不够敏感性 Kamara Shida呢 你本身是马来人 但是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件啊 就好像我们身边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我觉得是普通的事件嘛 就是华人会讲马来人 马来人会讲华人 然后马来人会讲印度人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民众怎样看这个事件 如果他们是带着那种愤怒的想法 然后我再去骂你 然后我再去分享那个报道 我又再骂 这样是我觉得会弄到没完没了啊 这个种族歧视这个课题 所以他们就应该看一个 这样的报道是当做一个教训 一个教训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报道 你不应该在你身边的朋友 讲出这样的话 就是从你开始了 从你开始了 你不要看到人家骂你又骂这样子啊 看过就算了啦 对不对 就是吸取教训 吸取教训 然后作为一个教训 然后副部长 这个副部校长本身呢 你觉得他是不是更加 应该要下次要更加的谨慎啊 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 对啊 不管这个副校长 或是别的学校的副校长 可能印度副校长啊 华人副校长 他们都应该要有 就是因为他们是教人的嘛 所以他们自己应该照顾他 他们要讲必须讲的话 就是他们的言行举止啦 对 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陈博士你本身也是一位 讲师一位教授 所以你是觉得这个为人师表的 更加不应该讲出这样的话 对吧 是啊 其实其中一个UKM的研究员 他有去做一个研究啦 就是他 他看在Clan Valley 好几个学校里 那么种族 族群方面的问题 那么其实他的结论 我是非常赞同的 就是他说 其实最重要并不是说 你在学校里到底 有没有不同种族的怎么讲 Multi ethnicity 因为他看到 其实有一些国中 因为地区的关系嘛 所以其实有时候 印度人学生比较多 那么另一个地区呢 又是华人比较多 所以就算你去国中 其实你的学生的ethnic composition 也不是完全均匀的嘛 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是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校方对于种族的事情 要有一定的敏感性度 而且要公平 如果行政上 而且处理这种事情 他们真的是公平的去弄的话 那么每个人都会服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 他们也是会有一种服兴感